台东地区65岁以上长辈在台东的总人口数将近有16% 为了让老人家们有更好的照护环境 台东县政府也积极配合中央长照政策 除了普色ABC三种不同形态长照据点 也针对原住民长辈配合原民处在部落设置文化健康站 希望可以让老人家们都获得很好的照护 台东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经社会处统计 全台65岁以上长者 像全台东人口比15.6% 已经超过联合国老年化人口的百分比 为了让长辈们获得更好的照护 政府也积极推动相关长照系统 目前台东县总人口21万9千人 我们65岁以上的老人 占了3万5千人 占了我们的比例是将近15.6% 在这个联合国的规定 大概已经是在高龄社会的阶段 目前配合我们中央政府的长照政策 那当然我们有包括私人的人口 亚健康跟健康的人口 那在私人的部分是配合长照政策 那我们在各乡镇呢 普设这个所谓的ABC长照据点 那至于对这个亚健康跟所谓的健康老人 包括我们社会处成立这个社区关怀据点 在原民处有这个文化部落健康站 那分别照顾我们将近有 在每天啊 将近有五六千人次的参与 所以对健康亚健康的部分 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来服务到我们的这个县民 县政府积极推动相关长照设施及系统 就是要让长辈们可以获得更好的照顾环境 让出门在外打拼的子女 可以不用担心长辈们的照顾问题 能够放心将行李投入在工作上 记者陈静玲海洞市报道 我会记者陈静玲海洞市报道